Gas7在去年合約到齊後 全員離開前東家JYP娛樂 分別遷到不同的經紀公司 真的實現單非不解散的Gas7 才剛以完整體回歸 其中成員榮仔近日被爆出熱戀中 27日某還沒報導 標題斗大寫下 Gas7榮仔與大四最歌手Lobby戀愛中 男人已交往一年 據報導內容指出 榮仔邀請了Lobby參加5月份 舉辦的粉絲演唱會 不僅如此 Gas7在5月發表的專輯送入曲 Dry Me To The Moon 就是由榮仔和女友Lobby合作 作詞人欄外中 榮仔和Lobby的名字被並列寫在一起 女方還在自己的IG帳號 Portuga7專輯封面替他們應援 而榮仔也參與了Lobby 在去年12月發行的歌曲 Hurry作詞作曲和Feeturing 對此榮仔所屬經紀公司 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 表示榮仔的戀愛說不是事實 並誠心兩人只是音樂上的夥伴 參與過彼此的專輯 互相支持彼此的音樂活動 最後更提到 後來會努力用更好的作品與粉絲交流 直接否認了戀情 而榮仔戀愛消息傳出後 還往討論區除了一面倒 認為證據太過單薄之外 有很多網友留言問 榮仔才滿25歲嗎 榮仔幾年生的啊 已經出道8年還只有25歲的話 是只有我變老嗎 沒想到榮仔年紀意外造成熱烈討論 不過光憑作詞作曲就說是戀愛的話 那我還比較相信嘎氣團內戀愛呢 哈哈哈哈